有没有想过可以在大马 看到台湾的捏面艺术呢 一连两天的丁友基年 经济报喜赫文东的庙会上 就有那么一位来自台湾 传统中华艺术工作坊的师傅 凭着25年的捏面艺术经验 让本地民众有机会见证 这个宝岛的独门手艺 那捏面人他本身以前呢 是用面粉跟糯米粉制作出来的 但是呢他有一个优点 他就是说可以吃 那你加上食用摄氏就可以吃的 但是缺点呢他容易发霉 所以呢后来我们为了要展览 也会改为树脂土 庙会的另一个卖点就是画糖艺术 这位来自台湾高雄的画糖师傅 从18岁开始 第一次在高雄老家的庙会里 接触到画糖艺术 师傅将兴趣变成事业 用巧手制作出马 鸡 小鸟 梅花露等形状各异的画糖 让民众大开眼界 是很好的艺术品 如果这样呢 年轻人应该要学习这些 是我们华人的东西 应该要传下去 所以每一个小孩子 如果是华人的孩子 应该来学 这场的制作过程 原来有这个的手艺 所以也是过来看看 就是很好啦 有这样子的活动 带动华人的传统艺术 一连两天的文东庙会 今天正式登场 想要在农历新年的尾声 继续感受热闹的春节气氛 那可别忘了到这里走一趟 NTV7综合报道